今天的新北好茶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茶王奖落平林区 颁奖典礼12月7号将在平林茶博馆旁广场举行 平区农会理事长王成毅邀请消费大众到平林喝好茶 并且选购品质有保证的新北好茶 新北市108年度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结果日前出炉 特等奖得主为平林区茶农郑佑生 今年的颁奖典礼与新北好茶冠军茶香活动 12月7号8号1415号也将在平林茶叶博馆旁广场热闹登场 平林区农会理事长王成毅表示 今年冬茶的品质因为天后状况良好 品质优于往年 请消费大众一定要到平林品尝最优质的文山包种茶 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 在茶茶期间天气都气候非常好 而且茶叶长得很漂亮 所以今年茶叶整体下来 这个评程师他们来讲 对我们昨天有跟我们讨论过 今天的品质非常好 王成毅理事长指出 文山包种茶以香气著称 青雅花香是一大特色 尤其包种茶为调索状茶叶 不亦被国外劣质茶仿效 加上新北市的文山包种茶 由农业局严格执行农药抽验 品质绝对有保障 包种茶特色就是清香 而且它自然的发香的味道 所以喝起来很顺口 而且对我们一般台湾来讲 目前绝对是我们本国的茶叶 没有人会去模仿的 因为它是条形比较不容易模仿 而且人家也不容易模仿 所以选择包种茶是最佳的赏味 担任这次冬茶比赛评审的农委会茶开场 副厂长邱锤峰也表示 精杯好茶活动现场将有比赛茶展示活动 想要喝好茶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 有入围的优良以上 今年品质也非常好 尤其是我们再过两个月就过年了 我们要十二月七号在我们平林这边 举办颁奖去展示会 那我们也呼吁消费者要喝好茶 就要加手更快 当然好茶也需要民众的支持 所以消费大众12月一定要到平林 参加新北好茶活动 选购新北好茶就是安心安全的保证 记者声评站门奇 平林采访报道